我们知道这项起诉的重要意义 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官员提起的商业间谍罪诉讼 但是许多中国民众很困惑 他们说美国政府也在对他国进行机密窃取 到底华盛顿要如何向中国解释 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到底有何不同呢 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针对窃取国家机密都有法律规定 这些法律非常严厉 可能是20年30年无期徒刑 在战争期间甚至可能判处死刑 但是商业机密是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相关的惩处可能只是3年10年或是罚款 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处分 通常不会伤害国家安全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说的是 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违反商业机密法 不是美国的间谍法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 不同的惩处 既然是比较轻微的惩罚 这五名中国官员也不太可能 出现在美国的法庭受审 那美国司法部提出这项起诉 它到底是要向北京或者是向世界 来传达什么信息呢 华盛顿希望提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从奥巴马总统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要求 到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具体发展 首先FBI掌握确切证据 知道这五名中国官员到底做了些什么 知道他们是在搞阴谋 其次证明这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而是中国的军方单位搞的名堂 这是重大的一步 美国可以借此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个人看法是美国政府会观察 中国的这些商业间谍活动 会不会因为这项起诉而开始减少 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 北京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 暂停了7月份预定举行的 美中网络安全对话 那么北京方面也说明 会就此来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应不应该感到担忧呢 美国关注的是 如果北京的反应脱离了美国起诉的目的 换句话说 如果北京不去调查相关指控 而是立即采取报复行动 否认犯行并对美国发动制裁 这就背离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所提出的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 在美国司法部提出这次合理而谨慎的起诉之后 如果中国决定以大规模的报复或制裁行动回应美国 就我个人的看法 这将是对习近平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最糟糕的诠释 就您的看法 美中两国是不是在彼此挑衅呢 是的 双方都在做一些激怒对方的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感到遗憾 在美国方面 我们对一些中国邻国亚洲的盟友贩卖武器 进行军事交流和演习 我们不是要故意的激怒 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华盛顿 要遏制中国或者分裂中国 相反的在中国方面 以这个经济建立案为例子 我不相信习近平将这五人叫到中南海 对他们说 你们去窃取美国钢铁工会的内部协商机密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底层的决策 但是你从美国司法部长的讲话可以看到 华盛顿认为 这是中国方面的刻意挑衅 这种相互的误解和不信任 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问题